省署長大勳 是林委員你好 署長好 環保署在核電廠核廢料問題上的角色 雖然我們知道有原人會 所以有一些不是環保署直接 但是事實上原人會處理的結果 當然也會影響 我想我們整個環境保護 也就是環保署所主管的業務 事實上也是會受到影響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核廢料的處理 在蘭嶼儲存廠 早就停止接收一些低放射性的廢棄物之後 其實核一核二廠產生的核廢料 就全部儲存在廠區裡面 當然現在核二廠表示要建造乾式的儲存廠 不過大家也會擔心 事實上最後的結果就是 這些乾式的儲存廠會變成 就是高放射污染的最終的儲存廠 因為顯然我想在現代的技術 還有可能的這個選項裡面 是不太容易去找到最終的這個設置廠 那就這個乾式的儲存廠 雖然是中期可能會變成長期的 這也是大家為什麼那麼擔心 在大台北地區這麼多核電廠核廢料的問題 那麼就署長所知 台電應該已經對這個乾式儲存廠的一些建造的申請 是有提出來到環保署來做環評的審查 現在的進度如何 其實已經通過了 它的環評已經通過 所以完全就是 我通過是核一 核二的還沒有 核一的已經完成了 還沒送過來 所以核一廠的環評已經通過 那核二廠還沒有送過來 那如果沒有其他最終儲存廠的選擇 事實上我想在全世界包括美國最近 都因為民意的反應 包括歐巴馬 他把最終儲存廠有一個大的計劃 也考慮把它取消 也就是說 你認為他本來是中期的最終儲存廠 就是乾式的儲存廠 他事實上是會變成最終的儲存廠 尤其台灣這麼小的地方 所以這個環評的標準 尤其是說你現在已經通過了核一廠 那麼你用的標準 是忠誠的還是說比較更長期 他如果就是沒地方可以去 當時他的申請就是中期 事實上他當時委員通過的話 也相信他 假設他相信他 將來會找到長期的前提一下 你相信會找得到嗎 當時是相信他 現在因為情況你知道 包括 包括第一 放射污染的 要在這一個台東達人 或者是 這個烏丘啊 去找的其實都遇到困難 因為這是民主的社會啊 其實必然存在了很多政治上的不確定性 所以我說 如果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看的時候 因為當時在核一廠通過是幾年前通過的 你知道嗎 有乾儲場 大概兩年前 現在你看現在對核電的討論這麼多啊 你還考慮完全用舊的標準嗎 還是應該審視清的情況 如果他是非常大的機會成為最終的儲存場的時候 應該可以更嚴格的環評上面的標準 或假設他在這個期間內沒有辦法移到最終儲存場 那一個處置計畫是什麼 那個因應的計畫是什麼 就是找 就是不斷的要去找那個最終 我說結論嘛 因為很可能找不到嘛 我就假設說是找不到的時候 那就要放在那邊了嘛 因為這個大概是現在全世界 這個也是個假設 他也可以假設說我找得到 就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政務官喔 你在看事情你是用最好還是最壞的可能情境啊 去做很多的想定嘛 這是什麼scenario 所以這個情緒你不能假設嘛 當然你可以善意的他很希望去找 但如果找不到的時候 這個東西的後果是還是有權利 但是你說如果找不到也做了假設啊 所以是誰可以再找你就不能再假設 你不用跟我用這樣的一個 因為這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實在說我沒辦法回答 你沒辦法回答 我知道你沒辦法回答 我要的就是說 In case 這裡面就像假的想定劇本跟已的想定劇本的時候 因為都是機率性的啦 是 好那你不能只做一種機率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 這樣的問題齁 在接近到那段時間的時候就會大家會去 這個就是一個政務官 你看的是比較長期的政策 這倒不是說我政務官 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子 不是說 全世界在使用核能它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 署長啊 是 這個都跟我講話齁 真的不要用的 我是跟你想像就是說有一種情境 發生的可能性還不小 好那作為環保署 這一點我向你報告 我絕對沒有去影響任何一個環境 從我環保局時代到現在 你可以問任何一個環境委員 我有做任何的暗示或拜託 沒有啦很多委員的設計啊 很多委員的設計 這一點我向你絕對保證而且 絕對保證 是環民委員21位委員每個人的價值判斷 政府是整體負最終的責任 為什麼是要最後 但是政府是依法 署長我 對你起碼的尊敬 請你尊重我 好的沒有問題 我在問個問題你都聽不懂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在搶話 好我聽一下 committee這個東西就是委員會 即時廣義但它本身最後的責任 還是要有首長跟政府整體 對人民來講 政府是一體的 不會因為我們為了要分散責任 或者即時廣義成立的committee 這個東西啊 人民是跟你這個決策的形式是沒有關係 你不要跟我扯到那邊去 我同意 浪費我非常多的時間 你如果沒有辦法回答 我真正在深思熟慮問的問題 那我就沒有辦法勉強你 就是說 但是我要告訴你另外一個問題 在總預算審查的時候 朝野協商的結論裡面 因為我很關係這個空氣污染 所以這個有要求行政院環保署 這個匯同經濟部 就是指定總量管制區 當然你今年 去年我質詢過 今年還是一樣 又高高評 然後又是說要匯同 等等 所以我就是因為這樣 你都沒有回應 所以我在總預算審查的時候 通過了一個協商的結論 就是說 在三個月內要向 這個立法院提出計劃報告 就是針對PM2.5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記錄空污費的徵收可能 以及總量管制區 匯同 你馬上那時候你就回答 我贊成 或我還嚇了一跳說 這個不得了的政務官 站在環保署跟整體立場 那從我上次質詢跟這個總預算 審查結論之後 你做了些什麼事 當時我記得是要我去 因為這個權責不在我嘛 工業局在法他有權力不同意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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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去看一下我們通過的 那不通意我的時候我就不能做 但是我也同意說 我們報到行政院去 希望行政院協調讓工業局 你報了沒有 你有沒有開過會 這就是我認為一個負責任官 在你的職權內你要做到 我是不是請我們那個謝處長向您報告 可以請 包吟我們在去年的12月17號 就已經報到行政院 哪一個部分 就是有關於總量管制這部分 我們請行政院來協調 協調的經濟部 那麼在這過程當中 大概行政院的法規會 還有交通資源處 都有官員來跟我們做一些背景的了解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們應該也是要準備來做一個協調的工作 也就是說我質詢之後 你們有報給行政院 行政院現在也在了解中 但還沒有開跨部會的協調 就這個總量管制的區域 至少會同會同 讓我們知道說 對不對 不同的部會是什麼立場 考量是什麼 然後優先要選擇的區域是什麼 不然說實在 你們在56月 跟去年的業務報告一模一樣 這個也就是我剛講說歷任三任的政府 三個總統 我們對環保署是不是尊重 我們當然就看這個 有沒有積極去作為吧 不然就是因販在原地 事實上 署長 我這個黨團協商的結論 還不只是針對這些 最好說 針對PM2.5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要記入空污費來徵收 這個部分你們現在的處理是什麼樣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其實我們在空污費的徵收裡面 本來就會定期來檢討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對於立場物 納入這個空污費徵收的部分 我們也在研究當中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 還需要多久時間讓你們研究 本期的任期都快要結束了 已經到第二年 我們盡快 因為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PM2.5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它那個 煙道裡面的檢測方法 需要技術上還有說時間上需要多久 大約給我一個期待的時間吧 是 是十年嗎 不會 不會吧 五年嗎 因為最近我們的檢驗所就會把這個方法公告出 半年嗎 半年內應該是 應該可以啦 就是說你至少技術面嘛對不對 是 最後政策面怎麼樣是 可能有通盤考慮 是 但是至少環保署跟技術有關 最後我再建議一個 根據資訊公開法 其實環保署環保單位應該定期公開 列管工廠的有害空氣污染物 那我是有提一個案 就是說 要求地方政府 這個要定期的來公開 這樣的問題 你們確實的來督導有沒有困難 沒有問題 我們早上已經做這個問題 田委員也問同樣的問題 也給他回應了 所以說 我們其實已經把所有資料匯整到中央 但是讓他超連造地方的環保基督網頁 讓大家一點的時候也都看到 每個地方他自己的 地方都要呈現就對了 是是是 因為最重要人民還是關心他所在地 最後一個 跟台中有關那個低碳城市五十億 質詢來變來變去 最後好像你說也是要朝這個方向嘛 現在執行情形如何 現在是我們去年整個已經補助出 一億九千多萬嘛 今年也持續會補助啦 然後就是 你台中要希望的五十億還很遠 還很遠的啦 那還是目標嗎 五十億還是目標嗎 我們現在逐步會往上增加 為什麼 我們還是不見得一定政府的錢 而民間的錢怎麼進來 這個機制也在做 最近我們也要讓空污費 撥出錢來 然後做信保基金 讓這個民間的資金可以進來 那這個部分呢 已經指揮處也同意了 所以我們最近會下來 我們這個機制會出來 好這個機制之外 除了台中的部分啊 補助或預計補助啦 雖然就是說 這個政策 你們內部有不同的 同黨的可能有不同的想像期待 但是大方向是如果一致的話 我當然希望知道現階段 在環保署可以做的範圍 到進度到哪裡 好不好 好的